IPv6 让网络持续 什么是IPv6 现在接通互联网的IP地址版本是IPv4 但有太多人,太多装置都需要网络地址 所以就用完了 而IPv6是最新的版本 IPv4有43亿个地址 但IPv6可以容纳的地址就多到机会无限 是不是好像电话号码不够用之后就立刻加多几个位置 聪明,分别是你需要更换或提升你的电话装置 如果我想全面使用IPv6,我要怎样做呢? 有三个步骤 第一,就是查询你的互联网供应商有没有提供IPv6 第二,看一下你的网络装置有没有IPv6 ready这个标志 第三,就是确保你的操作系统支援IPv6 你也可以去到www.ipv6now.hk 查一下在香港有什么装置、操作系统和互联网供应商 可以支援IPv6 好了,我立刻去查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